山海经理的故事四 东海先生的不细之舟 第三集 文邹敦林 图罗芳君 联金出版社发行 不细之舟继续航行 小难发现 舟上常常都会有一群鸟飞过来 它们有绿色蓝色的羽毛 非常的小巧灵活很可爱 平常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停在船弦上 但是当船接近陆地的时候 这些鸟就会抢在船只要靠岸之前 先到那个地点去暴训 封叔说 这些鸟是大人国很常见的无名鸟 可奇怪的是 自从不细之舟开始下水航行 这群鸟就跟上来了 还自动当起了暴训鸟 只要是大人国坐着船都有这些鸟吗 没有的 我们那还有更多厉害的工匠 它们造的船有些比我们不细之舟更大更稳呢 可是就从来没听过鸟会跟着船跑啊 为什么会这样 嗯 为什么啊 我们也猜不出原因 唯一的可能就是不细之舟的首航 不细之舟的首航怎么了呢 原来首航就是第一次航行 那个时候包船的客人 就是来自于君子国的东海先生 那个时候 东海先生一上船 就把带来的东西安置好 在船舱当中呢 打开他的琴带 开始弹琴了 他一边谈 这些鸟啊 就一只一只地飞过来停着听 好像听得懂一样哦 听到君子国 诶 常常听君子国嘛 小难就又忍不住问 君子国离这里很近吗 为什么东海先生不带在自己的国家要出去旅游 那他要靠什么维生 维生就是赚钱 对不对 靠什么吃饭呢 君子国在临近的那片海洋 这次我们呢 也是会经过君子国的 东海先生并不是不回家 他只是更喜欢跟着船队到处去看看 那你问他靠什么维生 看起来他似乎没做什么工作 不过只要他跟着我们 上岸的时候啊 都会有当地的人等着听他弹奏 东海先生从来没有说要开多少的报酬 但是当地人啊总会想尽办法送来一箱又一箱的物资 食物把我们船上的仓库都填满了 有的甚至多到可以到下一站做买卖了 这也算是一种贸易之道吧 哇那这样很棒耶 对啊他也不用什么成本 对不对 就可以赚到钱了 就演奏 演奏音乐就可以赚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就够吃饱了 够穿暖了 哎呦很棒耶 我们如果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就说故事啊 到这边说一个故事 说完故事有人说啊我家借你住啊 你来我家吃晚餐啊 然后再到另一个都市里面去又有人招待我们 反正就吃得饱就好了啊 的这个感觉好像也是不错啊 引游人家引游诗人 我们是引游故事人 也是很特别的生活体验啊 很累啊 对了也是有点累 我们又宅 考虑一下啊考虑啊 过了几天 补系之舟就在治国的海岸旁边 停靠上岸了 治国这个地方的街道啊 整整齐齐的 有各种的商店 穿梭的人们呢 都是笑容满满的 一副安居乐业繁荣的景象 车子来到了乡间 有一片片的田地 种着不同的农作物 各式各样缤纷的色彩啊 都在那个农田里 经过这些肥沃的田地 小南呢 特别就注意到了 有些农田上好怪哦 好像不长瓜草啊 青菜啊 就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可是因为 小南他们的马车行驶得很快 所以也来不及看清楚 东海先生 晚上要不要来看看 我们弄蛇人的表演呢 这个是新的表演哦 只有初一十五才有呢 一位负责招待小南 他们的大人这样问 哇 小南呢 就很想看啊 特别的特技表演嘛 就像马戏团一样的 好想看哦 他就一直盯着 痴痴地望着东海先生 希望东海先生可以答应 东海先生啊 真的点头咯 东海先生说 那就烦恼你们了 不会不会 不麻烦 不过啊 你们的衣服看起来都很破旧了 得找一些新衣服换才行 等会就到我们的衣物商铺 帮你们挑选吧 嗯 小南摸了一摸自己身上的衣服 他这件衣服是从 就是师傅那边啊 南山先生那边 招摇衫带过来的 不过这几年呢 他又长高长大了啊 手臂还有小腿那边啊 都因为小南长高了 都露出一大截了 是确实是要换一件的 治国的衣物铺 跟小南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呢 是卖成衣耶 一件一件 完成好了的衣服 挂在店里卖的 衣服不是本来就这样卖的吗 衣服现在是这样卖的 古时候不是这样卖的哦 古时候他们是先买布 买回家以后 你自己量 因为你自己的那个身材嘛 自己量身 剪裁 妈妈花很多时间的 一针一线的把它细细缝啊 花好几天才能做出一件衣服的 所以 师小朋友是不是有被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缝啊 秘密的把它缝好 对不对 一针一线的缝 说的就是妈妈帮小朋友 做衣服的这个过程啊 东海先生 是一般大人的身材 他就很快就找到了好几套适合的衣服就拿了 可是呢 当商铺里的婶婶啊 拿出了几件衣服 给这小难啊 套在身上试的时候 哎呀 不是太大 就是太小 刚好现在小难 十二岁 是尴尬期 找不到适合的衣服穿 小妹现在也是不好穿 她没件衣服都稍微大一点 都穿小笔的衣服都稍微大了 这个时候 治国的叔叔啊 就叹了一口气说 小难先生啊 我看得请你移驾到田里去了 也许那里才能找到适合你的衣服哦 奇怪了 如果没有适合的衣服 那不就赶快找一块布嘛 把它剪一剪缝一缝 不就好了吗 当小难听到田里两个字的时候 在想说田去田里买衣服吗 还是下一家店叫做田 叫田 到田那家店去买 是不是 嗯 是吗 我们继续听下去啊 当大队人马来到了一个平坦的田 真的是田了啊 不是那一家店叫田 真的田地里 小难啊 哎哟 哇塞 我有开眼界了 他看到田里种的 是 有绿绿的叶子 又粗粗的那个筋梗啊 就像玉米那样 可是果实不是玉米哦 在那个 红萝卜 也不是红萝卜 你再猜猜看啊 玉桃 你不是玉桃 长出来的啊 是一件件的衣服 嗯 没错 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呢 哎呦 这边竟然是衣服从田里长出来的 这些衣服有大 有小 还有各种颜色啊 各种不同的风格 有上衣 有这个裤子 有裙子 都分得细细的 好神奇哦 这个奇妙的情景啊 让小难都看呆了 惊呆了 真的惊呆了 我们治国人穿的 都是从树上摘下来的衣服 衣服树会长出什么东西 在长出之前 我们也都不确定的 唯一要做的呢 就是把衣服给收成下来啊 如果你们家 有刚刚出生的小宝宝 那衣服树刚冒出来的衣服 前五天 你就要赶快采收了 不然衣服不断地长大 就超过小孩的身躯了 那你就必须要再等 下一批长出来的衣服了 那有狗穿的吗 我不晓得 猫呢 不晓得 猪 我不晓得 猪为什么要穿衣服 反正不晓得啦 这古时候他没讲 书上没讲 但反正就是人啦 人的衣服有 好啦 适合小难的衣服 结果真的就在 这个衣服田里面 找到好几件了 这些叔叔们呢 就利落地把衣服 从树上平整地切下来 而在被切断的 那个树枝啊 还会留枝叶 就像一般我们 就是有一些树 不是你那个树叶一拔下来 它会留那个白白的枝吗 这个也是 好 这种衣服树也是这样子的 好有趣啊 在这里 衣服取得得很容易 也不用纺织了 所以也没有人想要学女工 去裁缝这样的工作 这里的妇人呢 顶多就是 换下的衣服 洗洗干净 晾干啊 烫平整就可以了 不用学 那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要种田吗 你说工作是不是 嗯 好 我跟你讲 这里的田也不一样哦 治国的稻田啊 比人工智慧还神奇 他们是自动生长的 完全不用照顾 不用浇水 不用除虫 不用割杂草 它就是自己 就长得好好的了 你要吃的时候 它都长完了 你就去把它采下来就可以 你知道就采下来就好了 比如说像小妹刚说 芋头 芋头就到芋头田里去采 稻米去稻米的田里采 什么都有 到各个不同的田去 哪里想要的就可以了 那要卡拉姆酒吗 什么卡拉姆酒 饼干 饼干啊 它没有直接长饼干出来 那你可能去那个 小麦田里面去采 小麦出来 你再自己用麦粉去做饼干 那可能有 我书上没写 好 如果现在 还有治国的话 那真的太棒了 大家都不愁吃穿了 说不定那个Switch 也从稻田里面长出来了 那我们就都不用工作了 随时都有得拿了 好棒哦 这天晚上 小楠跟着东海先生 到了另外一个豪华的宴会厅 又去宴会了啊 坐在最前面的位置 看着在治国一个月有两次的表演 治国人他们对每一个表演都抱以热烈的掌声 他们是很好的观众 到了最后一个节目 到了最后一个节目 舞台上出现了一盏灯 灯下是一个人 他拿着简单的笛子 还有一个有盖子的草边的一个小圆盒 一个小圆篓子啊 那个人把笛子靠近嘴唇 轻轻地吹出第一个音 周围 哎哟 吓死我 笛子 笛子啦 吓死我了 对啊 我吹的直笛就是这个声音 真的哦 那你音乐的分数怎么样 八十八 八十八 好 那个笛子的声音就传出来了啊 周围 原本闹哄哄的人突然就安静了 安静到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到啊 那就表示大家听得很仔细 听不到这就代表他窒息了 不能这样子屏住呼吸的啊 不可以啊 还是要呼吸 安安静静地呼吸 吹笛人继续地吹着他的笛子 那个呢 其实也没有说很好听 就是很单调的一些音乐 这个音符啊 虽然好听 可是呢 就算是压轴了嘛 放到最后表演 有那么厉害吗 这还不如到韩先生弹的情好听 嗯 这当小奈那么想的时候 那个有盖子的圆盒子啊 居然盒子开始动起来咯 从盒子里头 专出了一只黄 猫猫虫 不是 比猫猫虫大很多很多很多倍 那个是黄色的大蛇 蛇 蛇随着音乐舞动 摇摆 左摇右晃 还往上盘旋 往下爬行哦 它甚至会卷曲成团状之后 突然就挺直身子啊 反正就是顺着那个韵律 来做舞动就对了 这只蛇仿佛听得懂指令一样 哇 那这就是印度弄蛇树嘛 这几天 大人国的几位叔叔 来这里帮忙盖了两座更加豪华的表演厅 他们真喜欢看表演的哦 舞台更大 可以容纳更多的表演者 据说这里的表演者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哦 有人也有珍奇异兽 马戏团 嗯 就像马戏团 我也很想看看马戏团表演 不过现在动物保育 可能也没有马戏团表演可以看了哦 好 他们很大的剧场啊 围着舞台周围 座位就会很多了 就更舒适了 很VIP 看起来呢 治国人啊 很注重这些享受啊 艺文活动 当小难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当然又是一笼一笼一箱一箱的东西 送到他们的不细之舟上了 不细之舟 航行的很远很远以后 小难才问东海先生 治国是那么富有的地方 人们呢 都不用工作啊 也不用耕种 就可以有东西吃 也不用纺织 就有衣服穿 对不对 都种出来的 还有各种 翔兽瑞鸟 都来这里为他们做表演 这么好的地方 为什么那里的人 看起来都不太开心 嗯 怎么回事 应该是无忧无虑的 东海先生 没有直接回答 小难的问题 他只是看着大海 很像是在跟小难说话 但又像是在 自言自语 他说 你看这片大海 今天是如此的平静 但 这是大海 全然的面貌吗 治国人的确得天独厚 他们面对的 是永远的丰衣足食 生活中也没有需要 努力奋斗的事 这也让他们 陷入一种 完全无法选择的困窘之中 轻轻的躺入 轻轻的躺入 温暖的被窝 在我们家的水前故事 慢慢听你诉说 爱哭的公主 爱生气的小怪兽 什么都很好 总是事事顺心 一路都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的波澜 这不是大家都期望的吗 小难还是听不懂 东海先生在说什么 小妹你会想要一个 无忧无虑 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吗 不想要 为什么不想要 没有糊涂 没有目标 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努力了 那一天一天日子 过得好无聊 我想治国人可能就是这样 他们就觉得 好像失去了 努力的方向了 没有理由了 无趣 对就无趣了 所以还是有努力的 一个目标是好的 定出一个 你想要达成的 好不好 好 我们这个是 东海先生第三集了 下个礼拜要跟大家讲 最后一起咯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拜拜 陪我在梦里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